清田书学会师生连展 在佛光山极乐寺中门馆登场 开幕仪式上贵宾云集 感受传统书法艺术 与禅艺文化结合的魅力 透过书法 让大家认识很多的佛法 尤其拥有一颗禅的心 更能够放下自在 在人生当中悠有自得 感谢张明莱老师 写了星云大师的寄语 心怀慈悲度众 远生似伐海不细周 问我一生何所求 平安幸福赵无众 所以他很感动大师的 慈心悲愿 透过他的书法 能够把它呈现出来 供养大众 也让大家感受到 大师的为众生的悲愿 希望所有的众生 都能够平安幸福 清田书学会的展示作品中 涵盖了《行草》《栗传》 以及《楷书》等多种书体 还在现场提供了陶瓷碑店 由书法名家吉席辉豪 一起见证书法艺术的多元化应用 我们这次的展览呢 是有41件 开心草 专利都有 主要的就是用佛界 禅语来表现创作 我今天有八个词的心得 就是云水自在 静心欢喜 我想每次来到佛光山都有 不同的体悟跟感受 那可以感受到我们书道界 各位大师们的一些 他们陶冶性情用的工具 除了他们陶冶性情的工具以外 也可以感受他们对这个世界 对这个国家 对台湾 对基隆都有不同的理想跟愿景 我觉得来到佛光山 每次都有不同的收获 非常的感动 以禅流露出的佛心 供养大众 让人有不同的体悟与感受 近几年来因为基隆市美术馆 整袖的关系呢 基隆市佛光山其实是非常乐意的 让我们书法家 艺术家做相关的展成 而且提供了助管的这个画作 希望书法能够代表我们基隆 为我们基隆争取更多荣誉的事项 书道禅心展览 为基隆市民提供了一个 亲近传统文化 感受艺术魅力的绝佳机会 展览即日起至9月12号为止 欢迎有兴趣的民众来 极乐寺中门馆 感受书法艺术与才艺文化 记者蔡小军 基隆报导